音樂 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灣海洋向前行 我是鄭修科技大學的方立行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他本來是我的老同事在中山大學的 但是他現在在淡江大學奠基系當講座教授 不過他跟我們講的不是奠基 他還是講他的老本行海洋方面的故事 那劉教授就麻煩你了 好 謝謝 接下來我想要介紹一個大家比較 在海洋資源裡面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就是在文史方面的資源 那文史有什麼資源呢 那就海洋有很多的古城船 古城船在代表的故事 當然也不只通聲而言 我們叫水下文化資產 有很多的遺植或古生物 像說我們台灣海峽之前 在變異期之前是陸地 所以人類的活動遺跡也都有呈現在海底裡面 所以呢這個領域這個比較特殊 那在2006年我當海科研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國家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國家在探討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叫海洋立國 後來也有提到海洋新國 目前上我是強調是海洋強國啦 海洋立國當然就很希望 就找到我們台灣事實上 跟海洋方面的關係是怎麼樣 從歷史的面向 所以呢那時候叫文建會 就啟動了一個有關於台灣附近海域的 水下文化資產的調查 那比較普遍可以說是水下考古 就是說這是考古學裡面做到海洋裡面的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由中研院的張振法院士 他本身是考古學專家 那時候就邀請我一起來參加 因為我是探測的來一起整合起來 進入一個隊伍 所以我們就整合我們海科院的這些探測的 就測少生納、多音速掃描 然後底線撥命儀、磁力儀、ROV 然後我們也自己研究船等等 我們就做了這件事 那這個也算是一個 如果是以我自己的專長來講 當然也算是很直接的應用 因為我是做水下搜尋的 那應用到文史面向上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陣子是因為 大家會重視因為鐵塔尼號被找到了 然後就有一個電影鐵塔尼號 所以對海洋充滿了這個好奇 所以那時候講到水下考古 一定會連長到水下撈寶 那時候呢剛好在1987年 大陸又南海一號說 報紙突然出現一個新聞說 有這個宋代的800年前的船 然後裡面多金銀財寶有上百億的 甚至於比馬俑還重大的發現 所以引起了大家熱潮 所以一陣子在過去2006年開始 事實上各國 事實上我們附近國家 對水下搜尋的資產早就開始 但是我們是比較慢的 那某種因素我剛剛講 提到我們想用海洋立國這種 找到是不是有這種根源 然後來支持我們海洋立國的這種思維 所以這個領域呢我就從2006到2010 在中央大海期間跟當中央院士一起來做 那我們就從澎湖海域開始 那在搜尋我們到大海茫茫 這很多時候還是從歷史面向去瞭解 哪些是比較有可能存在沉船的地方 那當然是從歷史去探討 哪些古收的航行的路線啊 所以我們就列出了七八個地方叫Hot Spot Hot Spot就是說熱區的地方去開始搜尋 那搜尋的這個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著手 我們這儀器要怎麼整合的應用 也就是說哪些如果是海床上的沉船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用測少生納 然後這些我們的毛利病 也就是我們的多因素這個就可以參了出來 那海床底下怎麼辦呢 海床底下我們可以介入磁力儀 底層剖滅儀等等 那目前事實上還有很多 這也可以牽涉到很多很有趣的研究 因為很多的沉船 就是在案例上很多以前的古沉船 找到的時候當然是只有冰山的一角 只有一個小小一點 可是經過了這個不斷的分析影像分析之後 找到非常具有價值的一個沉船 那世界上當然有很多很有很具體的 那英國最有名就是Mary Rose的沉船的打撈 那現在也是一個很好的博物館 那後來我剛剛提到的中國的南海一號 想做成一個水晶工 能夠讓人們去了解水下考古 它是整體打撈以後 又灌水進去以後 能夠讓人們去瞭水體會的 那現階段事實上演化到 那我應該講就是台灣也很希望找到一個 很有價值的沉船 事實上我們經過第一階段 大概十年的探測 已經有找到幾百艘的 但是幾百艘不是每一個都有文化價值 我們從裡面再去分析 然後後來結果就分析到 哪些不同文化價值的層面 那目前呢是我們有找到有列 這個叫 對初級叫列測 Listed 有六艘我們是覺得 包括將軍一號大家也有聽到了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有所謂這個綠島一號 那等等的 所以這個領域事實上引起 就是說我們雖然起步比較慢 但是過去的十年 那我們已經有積極的進行 然後找到一些有這個文化遺址的 這樣的一個撐穿 好那我們最近呢就 我應該說最重要 就是說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發展 就是我們有一個邱雲營老師 他是以前我們同事 他當立法委員 這個期間他積極的推動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法 這個法經過他的努力之後 在去年的十一月 大概一年前的現在十一月的二十幾號 就通過然後總統發布了 根據這個法 我們現在所有的海洋的建設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做的 離岸風電的建設 都第一個要做的 就是現在要去做 有沒有在那個區域 有這些水下文化遺址的東西 所以變成一個原來水下探測是 就是只是針對就是說 當然就是工程上 針對像說買管線啊 或者找這些 以前我們講說如果飛機有殘骸啊 等等我們去做 那現在這個普遍性的 所有的海洋的開發 都變成要做水下文化探測 其實有一點類似像環保環品環保的做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領域了 那我上個禮拜我們就第一次 這個領域事實上我也涉及了 從搜尋開始 可是真正到最後能夠比較體會到 跟有立法 又包括我們過去跟現在未來發展的 等等這些比較有能完整的體會 所以我就 我們就去參加 我們就審明一些paper到澳洲 去參加第六屆的國際水下考古研討會 那這個研討會呢我們也非常的 很難得我們參加就是UNESCO 就是說各個會員國 他們在水下文化移植方面的努力 聽到各國的努力 我們也感覺事實上我們起步比較慢 可是我們做了不然在技術面 或者我們的成果 我們到達成轉 倒是還是 我們還是很有不錯的這個成績出來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我想在海洋領域 後來運動在海洋 我們如果把這個任地海洋之源 我們叫做水下的文史之源 這個也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讓大家了解 剛才劉教授講的UNESCO 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不過教科文組織其實是很和平的 對不對 聽了就是教科文 但是其實在聲納的實用上面 有很重要一部分 可能最重要的是以前的軍事 水底下的軍事 那不曉得有沒有涉及國防機閉 不過我想全台灣的報紙都在登了 所以台灣現在要國見國照 那劉教授他又是我們的 這個算是這一方面走得非常先進的研究人員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剩下這一節的 一點點時間裡面 請劉教授介紹我們一下 有關於台灣的水下的戰力嗎 還是怎樣的一個發展 來 好 那個我想先從這樣講 台灣應該四次面對的話 大家都知道 海洋裡面有一個重要的運用 如果把這個當成國防資源來看的話 水域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防衛的資源 很多呢 所以我們在講說 世界各國像歐洲一國聯一國 如果是那些恐怖組織要滲透的話很簡單 但是要到台灣來 事實上這個海洋 還要經過我們的海關等等 那就不容易 所以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相對來講 我們是相對安全的 應該如果這樣講 因為海洋本身就是在保護我們 那海洋 在國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應用 就是它的防衛是藉由潛水艇 那潛水艇為什麼會有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性的武器呢 因為它是隱密性很高 它可以很多操制在我們條件 我們可以躲在哪裡 然後看人家 就以岸去看民 當然就能夠有能夠嚇阻的作用 所以如果台灣能夠有一些 就是說發展我們自己能夠防衛的潛水艇 那當然對我們國防的自主是很有幫助的 那在這件事情上 這個我應該這樣講 以前我學這個水中生學 人家問我說水中生學做什麼 其實我都這樣講 它是跟深愛有關 我唸了20年 沒有想到呢 20幾年 在過去的大概三四年 這個過去這期間 真的有這個機會 那個經濟部 經濟部有一個叫做 船舶及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那簡直是船舶中心 這個單位主要都是做船舶的設計 那船舶是 主要是經過設計以後再建造的 所以這設計事實上 know how 全部在設計 所以一個如果要自主的話 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要有設計的能力 是重要的 事實上造船長本身 當然也要能夠有建造的能力 那我們造船長事實上 民間軍或者是我們台船 事實上都已經很有這個建造的能力 那這件事情就很 在過去的兩三年來 那在一個激嚴之下 我不知道經濟部呢 就賦予我這個任務 就是擔任這個船舶中心的董事長 這個時候事實上是我們的新政府還沒上來 事實上已經有開始在推動 這個潛艦國造這件事 那新政府上來520之後呢 事實上更積極 而且如果各位在報章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的報導 那我們都覺得 大家都會問我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建造潛艇 那我要告訴你 一定有能力 那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我們決策政策跟毅力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潛艇並不是什麼特別 這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那我們當然有它一定技術的難度 但是我相信我們 我們臨近的國家韓國好了 20年前他們還插我們遠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起步了 起步以後呢 經過20年後你看他們造船 造艦潛艦全部都造出來了 問題就出在我覺得我們的政策 如果我如果受到 我們因為有一般如果說想到軍事的設施 就會去採購啊 那影響我們的Budget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做下去 所以我一直在講 這個階段如果政府有決心有毅力 一定要有這個堅決的決心 然後呢我們潛艦國造自己的設計 如果沒有的 我們當然就可以去學習 那況且我們現在也有一部分 這個自己 事實上我們也有自己有潛艦了 我們自己當都可以有潛艦來參考了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是覺得現階段 應該要鑑定這個決心 在國防自主上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那另外呢 我是講傳播中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能源 我們知道台灣的 如果是非核家園 那要找替代新的能源 那現在目前經濟部評估之後 就是以離岸風電當為一個主軸 要牽加風機 那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跟造船產業 傳播裡面設計的工作船 也非常有相關 所以我們現在傳播中間 兩大重要的一個 跟國家相關的旗艦案相關的 就是國建國造 潛艦國造 跟風力發電這些東西 跟我們 那這個也是過去我兩三年來 一直涉及 想能夠去為國家 多找盡一些心力的地方 不過除了這些專業以外 劉教授其實在普及性的教育 甚至更比較通識的人文的素養方面 他其實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那這個比較有人性的這一面 我們當然就留在最後一節來跟您講了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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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